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十多年前学姐跟我说 又一年前外星人就来地球了 他们是人类潜意识中的噩梦 三个心脏 八条出手 九个大脑 蓝色的血液 直逆行走 会使用工具 还会模仿人类 他们编码基因的数量 比人类还多一万个 变形 伪装 逃脱 喷射毒物 这些人类幻想的超能力 他们都会 他们就是投竹钢进化最成功的物种 八万目 章鱼 当年还没有神奇的章鱼暴罗 我听得一脸懵 心想 既然他们都这么厉害了 来地球都六亿年了 为什么还被我们这群 三百万年前刚刚退毛的猴子 花式烹饪呢 后来我了解到 原来他们身上有一个基因锁 就像是为了锁住他们这些超能力一样 难道这真的是一群 在六亿年前战败的外星人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们的故事 时间回到2011年 一个网友在阿拉斯加的捕鱼船上拍到了这样一段画面 甲板上是一只被捕捞上岸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 它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一只触手碰到了一个小孔 这是甲板上的排水孔 大概十厘米高 三厘米宽 但是想从这个小孔里逃跑吗 现场没有人相信这只章鱼有这种超能力 但是这个大家伙真的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钻了出去逃出升天 游向大海 很多网友质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 其实这是真的 而且这还不是章鱼的逃生期限 1996年的时候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测试过章鱼穿越迷宫的能力 迷宫中有一个大约2.5厘米的细缝 这只15公斤重的章鱼 熟练的就游了过去 还有悬在半空中的管状小孔 章鱼也能用触手把自己从管子里面拔出来 科学家估计 章鱼的逃生极限是60公斤的体型 可以穿过1平方英寸的小孔 这个数据怎么得来的呢 因为章鱼全身都像水一样柔软 只有嘴巴是一个坚硬的汇 理论上只要这个汇能够通过 全身就能够通过 太难以置信了 和我差不多种的东西 竟然能穿过一个饮料瓶的瓶口 书上说 又一年前 人类和章鱼的共同祖先 是一个长着眼点的乳虫 那个时候人类和章鱼分家了 章鱼的祖先选择了无脊椎的进化方向 而我们的祖先选择了 有脊椎的进化方向 这之后 他们进化成了采用网络神经的软体动物 我们进化成了采用中枢神经的脊椎动物 是我们这身硬骨头 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同样 以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也很难理解 章鱼到底有多聪明 实验人员把一只章鱼 关在一个瓶子里 大概两分钟以后 章鱼从里面拧开盖子 逃了出来 还有一个实验 实验人员在奶瓶里放了一只小鱼 章鱼折腾了几分钟 竟然找到了窍门 把奶嘴从瓶口上拔了下来 要知道 这个奶嘴的设计 可是能够防熊孩子的 其实 这类实验在1990年代的时候 就专门有科学家做过 他们得出的结论 更加惊悚 这位叫做Fail Little的动物学家说 章鱼会模仿学习 他主要做了两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是教章鱼拧开罐头盖 最开始 章鱼始终没办法打开这个瓶盖 然后实验人员当着章鱼的面 拧开瓶盖 让章鱼看 再把这个罐头放进去 章鱼这次包住瓶盖 就像在拧一样 不一会儿奇迹发生了 瓶盖真的被拧开了 螃蟹变成了大餐 第二个实验 Fail设计了一个有三个盖子的盒子 最开始章鱼不知道这个透明的东西怎么打开 接着在旁边的水缸当中 放入一个同样的盒子 让这只章鱼看一遍 它的铜类是怎么开盖的 关上旁边的水箱 这次章鱼不一会儿就打开了盒子 而且每次打开的都是同一个盖子 这个表明 章鱼不是在瞎猫撞死耗子 而是真正学会了 三个盖子当中 这个盖子是可以打开的 以往的观点中都认为 没有脊椎的软体动物 它们很笨 不可能具备学习能力 但章鱼为什么这么聪明呢 这可能和它6亿年前 选择的进化方向有关 章鱼有5亿个神经元 虽然和人类850亿的数量相比 相差了几百倍 但是这已经和狗的神经元数量 是一个水平了 章鱼采用了网络神经 它的中央大脑只有10%的神经元 两侧的视觉中枢 有30%的神经元 剩下的60% 分布在章鱼的8只触手上面 每只触手都能自主处理信息 所以理论上章鱼有9个大脑 怎么理解这9个大脑同时思考的感觉呢 说一个有趣的例子 章鱼的8只触手里面 一般有一只具有生殖能力 叫做交接腕 交接腕包裹着精子 注入雌性章鱼的体内 生殖过程就完成了 但是雌性章鱼一般都比雄性章鱼大 有一种传烧章鱼 雌性比雄性大600倍 雄性真的是亚历三大 这么大的差距究竟要怎么完成交配啊 碰到这种情况 雄性无法征服雌性的时候 有些章鱼会主动把交接腕断掉 交接腕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大脑 所以他可以自己包裹着精子 悄悄游过去 偷袭雌章鱼 科学家说 9个大脑的感觉就像你带着8个小弟出去玩 你只需要跟小弟说一个大开的模糊概念 他们就能够自己理解完成工作 每根触手上大约有250个细盘 每个细盘都是可以独立抓握 独立感受的 章鱼感受世界的样子比人类更丰富 因为人类认知世界主要用眼睛看 而章鱼的眼睛又几乎和人类一模一样 章鱼的眼睛才是正品行货 人类的眼睛倒斑随祸 真正的倒斑 我们的眼睛被装反了 视神经跑到了感光细胞的外面 这导致人类出现盲点 出现死网膜脱落 白肋脏 黄斑病 眼底出血 等等等等匪夷所思的问题 但是这一切问题 章鱼都不存在 它们的寒霍眼睛是正版 视神经在感光细胞的后面 另外 章鱼的眼睛还具有再生能力 最开始 科学家认为章鱼穿过缝隙的极限 应该是它两眼的间距 因为它们的眼睛和人类一样 那自然眼睛是不可能压缩的嘛 但后来研究发现 人类好像想当然了 人类的倒板眼睛不能压缩 但这并不代表正版眼睛也不能压缩 章鱼的眼睛被压坏以后 竟然能再生修复 还有比修复眼睛更夸张的 那就是直接断肢再生 甚至长出一个新的交接腕 突然让我想到了 简鱼里的故事 我们接着看 时间回到1998年 日本渔民捕到了一只 96只触手的章鱼怪 它被存放在日本质摩水族馆 日本各地的水族馆中 还有56爪 85爪章鱼怪 核辐射导致了基因突变吗 自然灾害的预警吗 其实都不是 但是科学家说这是正常现象 出现这种章鱼怪是因为章鱼有超强的再生能力 比如这条96爪章鱼怪就有8条交接腕 这意味着它曾经好几次把交接腕断在了雌性的体内 也有可能是好几次派出交接腕去偷袭此行 然后每次断掉一根交接腕 就会再长出两条 触手也一样 断一条长两条 它也不会因为频繁的组织再生而患上癌症 这么多触手也丝毫不影响它的正常生活 反而越断越强 这绝对是海洋中的王者啊 真的就要快成金了 还好那个基因锁立即启动了 将这个妖精精准击杀 那这个金锁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章鱼的一生 这位叫做克雷格的摄影师 在两个月前发布了自己跟拍章鱼300多天的全纪录 名字叫做我的章鱼老师 跟拍的第一天 章鱼很警惕 躲在洞里不出来 克雷格就把摄影机留在了洞口 自己游出了水面 然后从摄影机里看到 章鱼一边用背壳当盾牌 一边攻击摄影机 跟拍第26天 克雷格第一次和章鱼握手 章鱼就像海豚一样 通人性 然后两个生物变成了朋友 这期间 克雷格用摄像机系下来 这位章鱼朋友的生活 它会变色 比变色龙还厉害 根据环境的变化 就像在电脑软件里拉渐变一样 平滑地把自己和环境融为一体 它还会拟太把自己装扮成别的生物 吓唬人 它会双腿走路 还会随身携带着背壳 椰子壳当盾牌 跟拍的第125天 克雷格看到几条鲨鱼正在追捕章鱼朋友 鲨鱼咬住了章鱼朋友的一只触手 不停地死亡翻滚 这是鲨鱼的必杀技 最终鲨鱼咬断了触手 嚣张地离开了 章鱼朋友断掉了一只触手 行动迟缓 回到洞穴以后 它显得很虚弱 一连好几天都趴在洞里移动不动 但一周以后 章鱼游出了洞穴 一根新的小触手 已经涨了出来 跟拍第270天 克雷格拍到了章鱼捕龙虾的场景 龙虾和螃蟹不一样 它倒着油 这是迷惑捕食者的本能 但是章鱼很快就学会了 它把身体变成一张网 悄悄地从后面靠近龙虾 一击得手 克雷格还发现 章鱼经常吃贝类动物 但是贝壳那么硬 章鱼是怎么吃到里面的肉的呢 原来贝壳上出现了一些精准的小孔 直接通到里面的壁壳机 科学家说 这是章鱼独有的捕食方式 它会用吸盘根部的锥子 慢慢地磨开贝壳 再精准地对着壁壳机 释放毒素 让贝壳主动开门放弃抵抗 这种捕食方式相当聪明 并不是章鱼的本能 而是他观察贝勒以后学会的 跟拍第304天 那只鲨鱼又来了 这次章鱼又学会了一个新本领 它赶紧喷出墨汁 逃向了海藻虫里面 鲨鱼追过来 结果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章鱼竟然直接游到了岸上 战斗还没有结束 因为章鱼还没有进化出 脱海登陆的能力 它必须回到海里 章鱼看准时机赶紧游回海中 找到了很多贝壳 在鲨鱼再次杀过来之前 它用触手吸住贝壳 把自己变成了斯巴达勇士 鲨鱼一口咬上去 直接割掉了牙 但鲨鱼也是一个王者 忍着痛 还是要死亡翻滚 结果鲨鱼都快要转兔了 还是无法攻破贝壳防线 章鱼看准时机 骑到了鲨鱼的背上 继续消耗这个对手的体力 这真的是要沉浸了吧 跟拍第324天 章鱼朋友谈恋爱了 有一次熊章鱼住进了洞里 但不久以后 熊章鱼就消失了 很可能是被章鱼朋友吃掉了 接着章鱼朋友在洞穴中 产下了数十万之乱 自己守在门口 不断地用红吸管 给章鱼宝宝供养 他不吃饭 也不捕猎 越来越虚弱 直到小章鱼孵化出来的那一天 他已经奄奄一息 那只鲨鱼终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过来把他叼走了 这就是章鱼的一生 也就是那把基因所的表现 基因决定 章鱼活过两年 一生只能交配一次 交配以后 熊章鱼会立刻死掉 在短孵化的过程中 此章鱼的身体也开始自我分解 小章鱼见不到他们的父母 章鱼虽然学习能力超强 超级聪明 但他们不可能从父母那里 继承本领和知识 所有的技能 必须自己思错 重新学一遍 而且这个时间只有两年 用贝壳把自己武装成斯巴达勇士 精准地向贝壳机注射毒素 变成别的生物伪装自己 由上岸躲避追杀 这都不是本能 而是后天学习的技能 另外章鱼的基因还决定 它是独居动物 无法形成社会关系 如果章鱼的寿命也有八十岁 就可以爷爷教爸爸 爸爸教儿子 如果章鱼也是社会动物 就可以老师教学生 但基因所锁定了这一切 如果他们突破了这把基因所 登上陆地 也许不需要三百万年 三万年就够人类喝一壶了吧 还好有这把基因所 把它们死死地锁在海底 而人类能够社会群居 能够传承知识 这个能力 会不会真的是六亿年前 某场星际战争的战利品呢 如果是这样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 让人不安的故事 时间回到2005年 一组生物学家 在北澳大利亚的浅滩上 发现了一种怪异的章鱼 这种章鱼竟然能在陆地上行走 甚至是捕食 这里的浅滩被分割成 大大小小的水池 这种章鱼需要长时间 在陆地上移动 寻找它们的猎物 如果这个水池当中没有螃蟹 那它就又得上岸 爬到下一个水池当中 科学家说 这种章鱼已经具备了 陆生的属性 它们已经像四亿年前 人类的脊椎动物主仙那样 开始脱海登陆 再回想一下 人类的主仙也是在登陆以后 才把基因索一个一个打开的 会不会登陆进化 就是打开基因索的序曲了 会不会六亿年前的战败协议 已经到期了呢 章鱼开始登陆 开始打开它们的基因索 会不会未来外星人入侵 并不来自太空 而是来自海洋了 也许这背后 大家都能劳补出 一万部科幻电影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 夫人说 明天必须吃个八爪鱼火锅 压压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